忘记带点赞 超声 Wäh合 unsw 欢迎我们的超少年光临 WOW 欢迎我们的 TFBOYS 来 请三位跟现场的媒体 还有我们的观众们问声好 Hi Wi-Fi 大家好,我是王俊凯,在剧里面饰演的是夏长安 今天站在台上的三位,你们是AI还是人类?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站在台上的是TFBOYS王俊凯本人 所以是人类是不是?你怎么证明呢? 证明是人类吗?因为AI它现在不能掉水吗? 你要是给我一个游泳池我就可以跳下去给你证明一下 真的?AI就有各种各样的超能力是不是? 对,但是AI一进水就会短路 哦,就会短路,哦,不能有水 好,这是小凯,他今天是以王俊凯的身份来的 那你觉得AI的特点是什么? AI特点就是不能呼吸吧 哦,AI是不能呼吸的? 不用呼吸吧 哦,不用呼吸 之前我们很多次见面都是以歌手的身份 那这次去以演员的身份 跟我们来讲讲看这两种体验的区别好不好 当演员的过瘾吗? 我觉得拍戏还挺过瘾的 其实它可以以另一种身份 另一种性格让你表现出来 你继续演绎它还挺开心的 不过就是有点难度 因为要把握到这个人的一些性格习惯 对,所以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小凯跟我们说一下,小凯在 我看到你在剧组杀青的时候有发一条微博 然后还晒了你的那个剧本 那个剧本都已经被你翻得很烂了 所以在这个拍的过程中 是不是真的每天要去不断的思考 然后做功课? 就是我们拍戏的前一天晚上 就是每天,比如说今天收工了 第二天有戏的话 然后我们有时候,要是许杰辉老师在 就会给我们辅导一下 表演上的内容 对,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拍这种 就是当那个男主角的戏嘛 是 所以还挺重要的 就每天晚上,许老师给我们辅导一下 自己的那个明天要拍的一些戏 对 你们在演的时候,包括许杰辉老师教给你们 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许杰辉老师教我们最大的收获 就是学会要怎么去自然的演一个人 自然的演 对,因为以前拍戏 就是讲台词,裸一遍台词 就直接结束了 许杰辉老师会给我们 先会讲一个氛围 让你带入那个情感里面 然后自己会 就是不然而然的 就给你带入情境 就很容易就把情绪给体会出来 先打造一个氛围 我看过预告片里有一场戏 是你们三个在天台吵架的那场戏 你到底是不是我的朋友 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们从来都不是朋友 其实我看你们三个炒得面红耳赤的 非常的投入在那个氛围 比如说那场戏 许杰辉老师要怎么去跟你们讲呢? 那场戏 许老师好像还没讲过 嗯 对 但是他之前拍那场戏 之前有上过几天的 一种表演的 就是整体的一个培训 嗯 就是各种各样的情景 都要把你们给培训到位 你们三位现在回想起来 拍摄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哪场戏是很辛苦 拍了很多遍 反复恩机重来的那种 有一场戏还拍的比较久 就是最后的时候拍的 就是我们三个的一场 一种哭戏吧 哭戏 对 谁哭 就是全部要哭 三个都要哭 就是一群人围着哭 诶 你们的哭戏 谁的哭戏最厉害 哭得最快 能够马上哭出来那种 容易哭的 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就是一到那个氛围 大家自然就哭出来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去营造那个氛围 讲一些悲伤的故事 就是有前辈嘛 有就是演爸妈的老师 就是他会把你带入到 就是很容易 对 你们三个会比较吗 谁哭起来比较好看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你们会去看回放吗 每次拍完一条之后 我不敢看哭式的回放 为什么 因为感觉哭得有点丑 自己有没有在这部戏的时候 有一些特别的功能 可以跟大家讲的 或者你们心中的一些偶像 那种偶像 其实这部戏里面功能还 就是还挺一般的 它主要就是 AI能跳高 能跳很高 跳很高 它就是一个超少年 就是能飞 能跳 能跑 这还叫很一般 这太厉害了 能飞 能跳得很高 而跑得很快 对 王凯最想要什么 超能力 最想 我觉得就是 可以抛开这个剧情 随便想 翅膀 翅膀 对 就每天不用堵车 很麻烦 很实际 感通告就可以准点的到 对 根据剧里面的三大法则 我觉得可以 改成新人类的三大法则 新人类的三大法则 怎么讲 第一法则就是 新人类 不得伤害他人 也不能坐视他人受到伤害 来 拿麦克风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剧里面的一个 小AI的一个动作 就是 它看到 就是这种新型的AI 因为它是老一代的AI 它就会折下眼睛 再折下我们的眼睛 就我这种 单位看完这个感觉怎么样 又回顾了一下拍摄的那个画面 就是感觉 我觉得 出来的预告片 比拍摄的会 好很多 好很多 对 那最后我们请三位 给这个剧再 好好的宣传一下 好不好 一句话 来给这个剧 吆喝一下 7月11号 希望大家7月11号 中午 边吃边看超少年迷 可以给你带来 不一样的感觉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